嗨 大家好 我是科幻名布马 今天带来的是一落战境 讲述了外星人毁灭地球 奴役人类的故事 画风完美融合了科技感和废土感 特效非常精美 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未来 那是人类刚刚击败了外星人的入侵 但核武器的使用让地球沦为了废土 惨烈的战斗也摧毁了半个月球 这导致地球经常发生海啸地震 人类被迫移民到了一颗名叫泰坦的星球 走前他们在地球搭建了许多海上平台 利用海水给泰坦星提供能源 主角阿汤哥和女搭档的任务 就是留在地球维护海上平台 执行任务前 上司特意清除了两个人的记忆 据说是防止他们被外星人俘虏之后泄露机密 但是阿汤哥总觉得这个理由非常的牵强 一天阿汤哥侦测到附近有两架武装无人机出现了故障 便飞过去修理他们 第一台无人机很轻松就修好了 但是第二架位于一个黑暗洞穴里面 阿汤哥钻进去之后发现 这台无人机是假的 自己是中了外星人的埋伏 果然很快 外星人们就包围过来 让阿汤哥陷入了绝境 这时刚才修好的那架无人机及时赶来 瞬间秒杀了所有外星人 救下了阿汤哥 几天后 阿汤哥仰望天空的时候 意外发现附近落下了几个休眠舱 舱里都是人类 大概有四五个人 就在这时 无人机突然出现了 他接下来做的事情让阿汤哥大吃一惊 他竟然瞬间杀死了大多数的幸存者 只剩下了阿汤哥旁边的一个黑发妹 阿汤哥急忙挡在黑发妹面前 无人机侦测到阿汤哥是自己人 没有开枪就离开了 当晚阿汤哥把黑发妹带回了据点 让女搭档治好了她 他们聊天后才知道 黑发妹在休眠舱里休眠了六十年 第二天 黑发妹想弄明白 在自己休眠的六十年里 飞船是怎么坠毁的 于是阿汤哥便带他重返坠毁现场 想寻找蛛丝马迹 可是他们刚到那里就遭到了外星人的腹肌昏了过去 等到阿汤哥睁开引领之后 时间的发现所谓的外星人竟然是个墨镜大叔 大叔说自己身边这些狗活于世的才是真正的人类 而阿汤哥一直被灌输的人类移民泰坦星 其实是个谎言 所谓的泰坦星其实是个外星人的基地 另外之前 无人机杀死飞船幸存者也不是个意外 他们原本就是外星人为杀戮人类造出来的 而自己之所以戴这种奇怪的头盔 也是为了不被无人机判定为人类 大叔还说现在自己有了核武器 也有了一架无人机 准备用无人机带着核弹炸毁外星人的基地 只是他们都没有设定无人机的权限 所以希望由阿汤哥带牢 但是阿汤哥并不相信墨镜大叔不愿配合 这时上次也派无人机赶来救援阿汤哥了 墨镜大叔击毁了一架 但是担心无人机会源源不断的赶来 就放走了阿汤哥和黑发妹 临别时他告诉阿汤哥 要想探明真相 就去上次所谓的辐射区看一看 阿汤哥将信将疑回据点找到了女搭档 准备带她一起去辐射区看明真相 但是女搭档是通讯员 按照规定严禁离开据点 所以他不仅拒不出门 还把阿汤哥的怪异行为汇报给了上司 没想到上司听后竟然立刻派出无人机攻击阿汤哥 好在黑发妹驾驶战机及时摧毁了无人机 这才救下了他 事后阿汤哥气愤的指责上司要谋杀自己 上司却谎称刚才只是无人机出了故障 还假惺惺的说 阿汤哥的执勤期已经满了 可以带黑发妹一起来泰坦星 阿汤哥当然不会相信他们 他带着黑发妹一起飞向了所谓的辐射区 准备了解真相 也有几架无人机来追杀他们 阿汤哥经过一方空战之后 解决了他们并且抵达辐射区 这时他才发现原来这里根本没有辐射 不久又有一台飞行器降落到了眼前 阿汤哥靠近之后 发现那个驾驶员竟然跟自己一模一样 原来这两个阿汤哥都是复制人 只是各自的编号不一样 主角阿汤哥是49号 而新来的阿汤哥是52号 主角阿汤哥打晕了这个52号的复制人后终于明白 上司一直在欺骗自己 他重新找到墨近大叔 了解到了更多的真相 事情要从60年前说起 那时外星人还没有入侵地球 但是银河系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外星物体 而阿汤哥和女搭档的本体都是宇航员 他们的任务就是去调查那个神秘物体 当时黑发妹也在船上 但是她是在休眠舱里休眠 后来神秘物体突然散发出强大的引力把飞船吸了进去 阿汤哥急忙把黑发妹和其他休眠的同事从飞船里脱离了出去 他们在太空一直飞行了60年 不久前才被主角阿汤哥发现 至于驾驶飞船的阿汤哥和女搭档本体则没能躲过一劫被吸尽的外星物体 而那里就是外星人的基地 他们俩在那里被外星人复制了成千上万份 其中就包括主角49号和52号复制人 后来这些复制人大军遭到洗脑之后 白地球打败了人类 人类基本战败后 外星人又划分了不同的区域 让这些复制人分组维护海上平台 可能外星人害怕复制人互相见面之后 谎言会被戳穿 所以每当复制人接近别人负责的区域 就警告他们接近了辐射区 阿腾哥听完这些之后 终于答应帮墨镜大叔设定无人机炸毁外星基地 可就在一切就绪准备发射的时候 几架无人机突然冲来发起了袭击 人们激战一番之后终于消灭了无人机 但是墨镜大叔身受重伤 而辛苦设定好的无人机也被击毁了 这时黑发妹想起 上次曾经邀请自己和阿腾哥回到泰坦星 便决定将计就计 飞去跟外星人同归于尽 阿腾哥同意了 但是他没有带黑发妹一几句复死 而是让垂死的墨镜大叔假装成他 骗过了外星人 阿腾哥禁止飞进外星基地之后 见到了自己和女搭档数以万计的复制人 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最后他来到了一台强大的超级电脑面前 他一手操纵着整个入侵地球的计划 之前也就是他生成幻象 假扮成上司 对着阿腾哥八号施令 但是阿腾哥再也不会上他的当了 他和墨镜大叔当场引爆核弹 牺牲自己的生命 炸毁了外星基地 随着这里化成漫天碎屑之后 地球上的无人机也相继失效 外星人彻底战败 主角阿腾哥死得其所 而之前被他打晕的52号阿腾哥 将代替他在地球上好好生活下去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给部马点赞 欢迎关注科文fans第一时间获得分心 咱们下期再见